李忠贵 领导中国青年救国团24年 为海内外无数青年 提供各种有益身心 及有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活动与服务 同时身为中华青年交流协会创办人的李博士 秉持为青年服务的精神 建构两岸青年交流的平台 在时代考验青年的当下 培养青年有足够的能力以创造时代 李忠贵博士本次的讲题为快乐人生 最后一个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达成目标 要有耐心 弃而不舍的不断的遭遇困难我还能够爬起来 所以施颂荣先生讲过一句话 当你跌倒了之后 你不要马上就爬起来 你要看看跌倒的原因 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的 不是去找别人有没有遗漏的东西 而是你为什么会跌倒 你去检讨一下 然后你再起来 你就有成功的机会 如果今天我们跌倒了 站起来又再跌倒几十次也没有用 你错一百次一千次 你不知道记起历史的教训 你永远不会成功 所以成功不是偶然的 你要不断的耐心的来执行你的这个目标跟方向 你才有成功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哥德他所说的快乐人生的九个要素 这九个要素都是息息相关的 第四个我们要谈到怎么样子去找寻快乐 快乐其实到处都有 不过一句话快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 快乐是自己去找寻的 所以你要不要快乐 要靠自己 那么我们靠自己有哪几方面呢 第一方面 这是我们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 一个人要健康 不只说身体健康而已 精神也要健康 所以我们说 祝各位健康快乐 有人说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有人倒过来说 祝各位身体愉快 精神健康 好像是闹了大笑话 其实不是笑话 你精神如果不健康 那也有问题 你身体如果不愉快 就表示你有病 所以这就说明 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我们今天谈到 要祝福别人 要健康要快乐 这些健康快乐了 就是在乎你的这个观念 你身体是健康的 还不够 所以我们要身心灵的健康 精气神的健康 身心灵 我的心理也很正常 我的心理也很健康 我很多事情 我都是能够从整体的全面的去想 不会受一点因素的影响 我心理上是很正常的 我们现在看看很多人得了忧郁症 得了躁郁症 有的忧郁症是莫名其妙的 生小孩是快乐的事情 而他也得了这个孕妇的忧郁症 我们有了这个iPhone的手机 现在是4S出来了 下次不久 5S出来 iPhone 5S出来 应有尽有 你想什么有什么 当然是快乐 不过也有人得了忧郁症 要是一天没有把iPhone拿到手上 他就紧张忧虑 无所依靠 无所适从 所以现在有手机的人也会常常得忧郁症 而有钱的人得忧郁症 怕钱被人家抢被人家偷 被人家绑架 没钱的人呢 那更忧郁了 三餐不济 所以样样都是会得忧郁症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让自己 觉得我过得很自在 过得很如意 我在精神上心理上 都要有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 如果你没有正常的方向 你处处都会有压力痛苦 然后就会得上莫名其妙的一些病症 现在病症越来越多 无奇不有 五花八门 这过去 大家觉得很单纯的 现在都不单纯 一个过敏 什么都过敏 对花也过敏 对味道也过敏 对这个衣物也过敏 样样都过敏 穿个衣服也是不得了 所以这都是说明 今天处在这么一个 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 人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 心灵上 是刚才我已经讲过 身心灵要健康 你才算是真正的健康 那么身体的健康 一般来讲 要从 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食衣住行 你都要注意 你的饮食是最重要 什么五果五酥 什么红黄蓝绿白 各种不同的颜色 你都要兼顾 你不能只吃一种颜色 像这种都是在注意健康 第二个是 你要运动 有我们说 一个礼拜要三个三 要走三十分钟的 做三十分钟的运动 你心跳要一百三了 然后呢 你要一个星期 要走三次的运动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 根本不够 最好是天天有运动 但是有的人是 为运动而运动 其实也是很辛苦 有一个人他 说要健康 他每天下了班之后 要跑操场五圈 结果他那天实在很劳累了 他说不行 我今天还没有跑五圈 就不顾一切的 不顾疲劳的就跑 一跑跑一半人就没有了 这就是什么 你过度的疲劳 然后你不注意自己的健康 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你就为运动而运动 其实是不好的 一切 这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喜欢讲 顺自然是最好 自然 你不要过于勉强 你什么时候就水到渠成 如果你过于勉强 都会有很多副作用发生 所以这是关于 健康的这个问题 运动饮食 第三个是睡眠 你睡眠要充足 不过睡眠是个人情况 够不一样 有的人一天八小时 少一个小时也不行 有人一天只要三五个小时 多了也不行 你就看自己的状况 有人睡多了是头昏脑脏 有人不睡觉是头昏脑脏 所以状况不一样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身体的血管 你的这个所有的气管 都要通畅 我们有一句 这个很好玩的话 痛就不通 通就不痛 所以这是讲到这些理论上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是灵验的 所以身心灵 然后精气神 这个人有没有精神 你一见面他就没精打采的 他准事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然后他的气色也不好 气势也没有 这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神采意义 我们就常常形容一个人 他不管怎么样 他身体虽然不舒服 神采意义 精神好的不得了 当然这个精神好 有时候是两个 一个是身体是很好的 另外是打起精神 他的意志力很强 虽然我身体不舒服 但是我意志力很强 我要在大家的面前 不要丢人现眼 不要让别人觉得我病啪啪的 所以这就是个人的这个观念的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了 我们讲到身心灵精气神 这个要健康 你就会真的快乐 第二个了 我们很多的事情 都要正面的去思考 我想天下的事情 都要正负两面 正反两面 你从正面去思考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从反面去思考 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天下的事情不是绝对的 你老是去想反面的事情 那永远是负面的 你说哎呀我苦不堪言 我钱又不够 我家庭又这么多人 我负担又重 我的课业也重 我的工作也重 你天天想的话 你就一点都不快乐 你说没关系 我家就是靠我 我有能力 我能为家来负担重任 我就觉得这也是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必弃 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我想到这我就很高兴了 因为我从这一方面想 我就会很快乐 如果你天天想苦的 越想就越苦 就苦不堪言 你想正面的就好了 所以天下是你这个得不到的事情 没关系啊 得不到我还可以 做另外的事情 条条大路通罗马 此路不通还有别路可以通 一样的可以完成 有的人他在学校学业成绩不好 毕业之后好得不得了 事业是非凡的成就 他不是读史书的人 他出来之后反而是表现卓越 所以这就是说明天下的事情 就看你的取舍 跟决定说要正面思考 绝对不要做负面的思考 有人说这个人的这个大脑 有左前额 后前额 这个右前额 左前额了 这个大脑他是控制人的一个正面的 而这个右前额了是控制负面的 所以你都把这些负面的多了之后了 你也没有定力了 你也没有决策力了 你也没有执行力了 你也没有想象力了 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称心如意 所以今天我们要自己来掌握机会 所以我们常常说人也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创造机会的人 我没有机会我去创造机会 第二种是掌握机会的人 机会来的时候我好好地去把握他 第三个是等待机会的人 我永远在守株待兔 我等到机会来 说不定永远也等不到 运气好说不定会等到 最后是最严重的 错失机会 机会来的时候我错掉了 我没有掌握到了 所以不管任何 我们要好好的就掌控一切 掌控机会 你要活在当下 就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有很多古人 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话 这些话其实都可以供我们做参考 我想大家也是朗朗上口的 你今天很多事情不如意了 比如说女性跟男性 在很多方面都有一些差异 今天同样的条件 男性升迁的机会比较多 女性升迁的机会比较少 结果男的升迁了 女的没有升迁 这个女的就自暴自弃 哀叹不已 我很哀怨 我是个女性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就永远没有升迁的机会 你就退一步想 其实我没有这个机会也很好 我保留在我原来的工作上 嫁亲就熟 家庭也能够很安安稳稳 尤其你在很多方面 你的先生如果都很支持你 如果你一旦升迁了之后 你的职位比他高了 他说不定心头又不舒服 家头又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个你要进一步退一步想的话 你就会觉得还不错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所以我们要退一步想的话 就很高兴了 你就觉得海阔天空 我可以做别的事情 我去开拓我另外的一个机运 忍一时更重要 其实很多事情纠纷冲突 甚至于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都是因为不能够忍一下 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 他因为不能忍 所以就造成了终身遗憾 因为是失手把人打伤了 变成犯罪行为了 这就很遗憾 我就有一个朋友 男女 这都是我认得的 两个人已经恋爱多久了 已经论及婚嫁 两个人已经决定 要选择哪一天结婚了 两个人就去买新居的家具 结果两人跑去 为了一张床 两人就分手 为什么原因 因为女的说 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好好看 我要这个粉红色的 这个男的说 那个娘娘 我要这个蓝色的 两人为了这个颜色 大吵一架 这个女的就说 我还没嫁给你 你就这么 自以为是这么样拔腹 我不嫁给你了 那男的说 不嫁就不嫁 有什么了不起 就把女的也批评的一无是处 你以前不是说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怎么要到结婚了 你又不干了 像诸如此类 结果两人就吹掉了 这就很冤枉 所以我们就了解 小不忍了 就乱大谋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所以退一步就海过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第二个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我们很多的事情 如果不做准备的话 就会废掉 如果你能够充分准备的话 你就能成功 你一定要有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你才能够因应它的变化 如果你都是 永远是抱着最好的一个结果 说不一定了 让你大肆所望 所以这是我们也是经常所说的 另外有几句话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第一句话了 那就是说 自处时安然 你独处的时候 你心安理得很安心的 一个人相 一个人处在家里头 所以自处时安然 人处时爱然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和蔼相处 得意时淡然 你在得意的时候 你要淡然处置 不要得意忘形 有的人他本来 也不被大家批评 还不错 结果他一得意了之后 他又哇 批评了一塌糊涂 讲话口无遮拦的 结果 招惹 不少的麻烦 所以这就是 他得意的时候 要淡然处置 失意时泰然 你在失意不得意的时候 泰然处置 没有关系 我这次做不到 我再来 我以弃而不舍的精神 一定会如愿以偿 所以这就是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是我觉得可以供参考 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整路中气 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这个气啊 是没办法调整的 越讲越气 越气 就说不定从嘴 就动到手 就动到脚 你看昨天 一个妈妈带小孩子 本来这小孩不听话 他就啪 打了小孩一个嘴巴 结果旁边的人就来说 你怎么样 他越想越去 啪哩啪啪啪啪 手越来脚越来 大家就警察就来说 你这是虐待儿童 虐儿事件 你看这就是 没有能够掌控自己的 这个路气 所以在人在生气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 调养路中气 慎防 盲中错 你要谨慎的防范 在忙碌的时候 有错误发生 留心 顺口言 你要留心 顺口讲的话 你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你讲出一句话 出口就伤人 这种话你要特别注意 他以为你是指伤骂怀 所以这就是说明 在讲话的时候 你要多考虑 所以有人说 你这个舌头 稍微出言的时候 要缓慢一点 不要 出言土语 太快 不假思索 脑袋想什么 嘴巴就出什么 还有人嘴巴比脑袋还要快 脑袋还没想到的 嘴巴已经出去了 等到想到的时候来不及受惠了 所以一言计出四马难追 这是很重要 最后一个 要珍惜有时钱 你要珍惜有钱时候的钱 你中了乐透了 这是有钱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钱得来很容易 不费吹豪之力 所以你就挥霍如土 你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珍惜 我怎么运用 怎么安排 让这个钱发挥最高的功能 所以你要珍惜有时钱 我们看看很多的艺人 赚钱是很容易啊 唱一条歌就十万块 二十万块 主持一个年夜的晚会 过年跨年晚会 就是百万以上 可是你看那个时候 他赚钱很容易的人 现在有的时候很落魄的人也很多 三餐不济靠人就济 甚至于他病了之后都没有钱去医治的 这也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要珍惜有时钱 所以以上所讲的这都是 古人所讲的一些话 而这些话呢 对我们这个 会不会快乐 会不会痛苦 都会有直接间接的影响 下面最后谈到 我们怎么样子来 真正维持快乐的人生 我用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数字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字 就是好 我想各位最熟悉的 所谓好是什么 做好事 存好心 说好话 走好路 行好运 你有了这之后 就自然问 你不要去口出伤人 你不要走歪路 你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 去获取不当利益 诸如此类的 这个是大家 你有了这个好 什么都求好 求真求善求美求好 那么你就问心无愧 你有就心安理得 你一切都能够安然 待之 所以这是第一个 好 这个字 第二个 两个V 这是英文字 不是这两个V 我是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V 叫做Vision V-I-S-I-O-N 什么叫Vision呢 就是愿景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一定要有目标 要有方向 如果你一天到晚 忙忙动动 我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为何 那这种人 他就很痛苦 一天到晚 早上起床 到晚上睡觉 一天糊里糊涂的就过了 岁月都不饶人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 我很欣赏 鲁迅先生 他所讲的时间的重要 他说时间 比金钱 生命 财产还要重要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 你浪费别人的时间 就是谋财害命 你浪费自己的时间 就是慢性自杀 所以我们既不要谋财害命 也不要慢性自杀 好好的把握时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把握时间 你要知道我有近程的中程的远程的目标 我要一点一滴的照我的计划去实现 那么你有这个方向目标 你就能成功 第二 V就是value 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想各位到这边来文教基金会 我们传统文化 或者是华藏 这个文教基金会 都是有一定的 你地址规这些都是 劝人为善 要为善偏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 人为何活在世界上 自己问一下 我为什么活 不是为爸爸妈妈活 不是为哪个朋友活 不是为你的配偶活 为你的子女活 我自己活有一个价值 我能够以有生之年做一点 我认为该做的事 有意义的事 有价值的事 所以这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两个V 要有 第三 三个生 生命的生 第一个生就是生命 第二个生就是生活 第三个生 生态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要尊重别人的生命 要爱护地球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 生命 没有生命 其他都是空的 所以今天我们 活在世界上 你要珍惜自己的一切 生命为第一 有些人 似死如归 被爸爸妈妈骂了两句 就去跳楼自杀了 学校 成绩不理想 也去 烧炭自杀了 这种都是 不应该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为什么这么 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珍惜生命 第二个 充实生活 生活 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 食衣 住行 娱乐 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从早到晚 你要有计划 有步骤 我使得我的 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都觉得很丰富 很充实 你这个生活就很美好 如果你每天忽利忽利 怎么搞得一晃 一天就过了 我去找人聊聊天 一聊天就是半天 然后一睡觉又是半天 那一天就过掉了 那你这一天的生活 白过了 所以我们要让 每一天的生活 都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很充实 很丰富 第三是生态 我们今天是一个 生态变化最多的一个时代 气候变迁 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不要 烂砍烂罚 我们要爱护生灵 要保育生态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顾自己 这种都造成今天地球软化了 以及气候的极端化 这是关于我们在三生 三生有幸 你要有这三生有幸 你就会很幸运 第四个跟环保有关 四个R 这个R 这是大家所倡导的 你要环保一定要做到四个R 第一个R Refuse 拒绝 拒绝使用污染的一些事物 你污染空气 污染水 这都不能够用的 所以你要拒绝使用 我们今天是一个生态变化最多的一个时代 气候变迁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不要烂砍烂罚 我们要爱护生灵 要保育生态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顾自己 这种都造成今天地球软化了 以及气候的极端化 这是关于我们在三生 三生有幸 你要有这三生有幸 你就会很幸运 第四个 跟环保有关 四个R 这个R 这是大家所倡导的 你要环保一定要做到四个R 第一个R Refuse 拒绝 拒绝使用污染的一些事物 你污染空气 污染水 这都不能够用的 所以你要拒绝使用 第二个Reduce 减少使用 这个排碳 二氧化碳排除最多的 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南非啦 都办啦 这些地方都在讨论 怎么样子减碳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不减少 所以大家说要节能减碳 就是现在考虑的 第三个了 Reuse 你用完了之后再用 我想各位已经做到了 自己有环保碗 环保条根等等 你用了之后自己带回去 不污染 不制造 你要保雷龙的很多东西 制造太多的污染 而且不容易把它粉化 最后一个Recycle 你要再循环再生 我想 因为最近我刚刚也到新加坡去 那么一个小的地方 它的水其实都是靠马来西亚 但他们现在自己做了一个工作 所有的雨水下来 他都可以把它留住 然后用完的水 可以再用再用再用 海水也可以变成淡水 你洗过脸的或洗过澡 可以拿去冲洗这个厕所 这一样的可以发生 你水就可以减省很多 每个人不节约用水的话 水资源就会缺少 所以要Recycle 用了之后再用再生 我们的指头也可以再生纸 所以这是四个R 要做到的话 环保工作就做得很好 第五个 我们要五颗星 这是我在很多地方都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五星上将 所谓五颗星呢 有人说我们爱心 忠心 孝心 不是这个 第一颗星 同理星 将星比星 我想最重要的 你设身处地换一个位置 你就不会这样子的想法做法 你换一个位置 比如说有人在柜台服务的 实在是很不耐烦 重找服务的 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你到最后你的脸色也不好看 声音也很难听 可是他却是第一个来问的 你已经被接受问了几百几千个了 你当然不耐烦 所以你要换一个位置 他是第一个来问的 如果你来的时候 被人家批评了 指责了 你当然会不舒服 所以你能够将心比心的话 很多的问题都会因此而解除了 否则的话呢 那就有太多的冲突 纠纷 你说你态度不好 你这个语气不好 这个脸色不好 这都是被指责的 但是你如果换一个对象 你就不一样 换一个位置 就截然不同 第二个 那就是 我们要有包容心 所谓包容心 有容乃大 你能够接纳别人对你的批评 不要人家对你批评之后 你脸色大变 然后把人家痛批一场 指责 你是错误的 那以后谁敢讲真话 都没有人敢讲 所以你要包容 你能够接纳很多的意见 所以接纳意见 最重要的就叫请听 你要虚心的来听别人 讲的话 要慢慢去听他的诉说 这样才可以 我又要讲这个Jobs了 Jobs他 在Stanford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就讲过一句话 求知若饥 虚心若可 就是说你求知的时候 你好像饥饿一样的 我就要去 不断地去接受你的教导 而虚心呢 我们说虚怀若骨 他不是 他说你要虚心 你才能够接受 别人所有的意见 所以我们 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要虚心求教 大家就很愿意来指导 如果你不虚心的话 自以为是 自己很容易满足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是关于 在 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如何地来 面对 不同的对象 你能够包容他 原谅他 谅解他 接受他 你遭遇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要做到几件事 第一个 面对他 第二个你要接受他 第三个你要处理他 第四个你要放下他 你在任何事情来的时候 你能面对他 不要避重就轻 避而不谈 回避 鸵鸟政策 这都不好 第二个你要接受他 我这件事情来了 我就面对你 我所有的事情 我完全都能听进去 第三个 我要积极地去处理他 我要去解决他 既然问题来临了 我不要拖延 我就面对他去解决他 最后一个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你真的做不到的时候 或者你已经有了 你就放下他 我就 随我自己的意愿 我就愿意 不再去钻牛角尖 让自己痛苦不堪 所以这就是他所说的 那么今天我们 讲到这个包容心 也就是这样 所有的事情来 你能够宽容 其实很多事情 因为宽容 可能很多问题都能 迎刃而解 欲缓则缘 这是我们也常讲的 你稍微缓一缓之后 就能圆满地解决 第三个是感恩的心 开始我就不太懂 我说哪那么多感恩呢 后来我才觉得是有必要 因为他每一件事情都知道感恩 他就会珍惜他 爱护他 所有的事物 他不轻易地放过他 他因为有一颗感恩的心 第四个关怀心 我们要关怀周遭的人事物 你不要说 以一个人为重心 为重心 别人的事情都事不关己 我不必去多管闲事 其实有的时候 多管一点闲事 对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就是因为有多管闲事的人 所以他才能够 发掘很多的问题所在 比如说过去的塑化记 起云记 就是因为他本身厌恶 他问一问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才会被发现 所以我们就了解 你要有关怀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